后召王朝的开国皇帝叫做石乐 这个石乐别的没有什么特殊的 唯一和别人不同的地方 就是他有可能是中国历史上起点和出身最低的皇帝 石乐这本人年轻的时候是个奴隶 是的 就是那种整天干活还不管饭 生死不由自己做主 没有尊严的 只能被当作商品交易的奴隶 谁也想不到 这样一个活得还不如一条狗的人 能割据除辽西、河西、辽东之外的整个北方地区 还能和东进形成对峙状态 这位从奴隶一路干到帝王的人物完美的传世了一句话 人只要不死就永远谈不上尘埃洛丁 就更谈不上有结局 乌头白铁树开 这世上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回首石乐的一生 他的故事可以说是漫长而传起的 不过对作者本人来说 石乐却只是书上的极眼 上一页他是个奴隶 这一页他就成了皇帝 下一页派经老死将至 马上就要领便当了 百年宏图霸业 不过如此 石乐驾崩之际 把皇位传给了儿子石虹 这个石虹是个文化人 而且还是那种很著名的文化人 石虹天生就性格儒雅 喜欢武文弄摸 喜欢寅师作对 平时更是首不试卷 和他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父亲不同 石虹很有忍住的风范 先帝石乐驾崩没几天 新帝石虹的屁股在龙椅上还没坐热乎 后赵王朝就爆发了一场极为严重的兵便 兵便的发起人 是先帝石乐的侄子石虎 这个石虹同志 性格强悍 掌握兵权 势力庞大 很快闯入宫围 废除了石虹 篡夺了皇位 有观众可能会说 石虹也算一代英主 读书破万卷 脑袋里是有东西 有思想的 怎么就这么轻易被大老粗石虎大白 其实这很正常 后赵的开国皇帝石虹没有文化 连字都不认识 却成就了第一 而温文尔雅学富武车的新帝石虹却落得了一个先废后杀的结局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虽然知识就是力量 但只靠空谈是从来都不能解决问题的 因为这个世界是靠实力说话的 石虹的确读书很多 光平很显然就和石虹没有办法比 历史上有不少昏君 石虹国时期的昏君已无甚 而石虹在石虹国的昏君度里 也是那种初类拔萃级别 做这几个例子 石虹登基之后 曾经在国内发布了一条这样的命令 后赵国内 但凡二岁以下 十二岁以上的女子 无论是否婚配 如果被皇帝相忠 都必须无条件冲入后宫为皇帝服 这样荒淫且无耻的命令 现在看来仍然是让人难以置信 昏会无道的石虹 稀里糊涂的过完了自己的一生 把皇位传给了儿子石氏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新帝石氏年方十岁 上康都有点费劲 弹劾做皇帝 所以很快提起了石虹 另外一个儿子石尊的不满 石尊起兵杀入皇宫 废除掉了石氏 再度篡夺了皇位 生在寻常百姓家 还有机会平平反反的度过这一生 然而一旦落入帝王之家 成为皇帝的子嗣 就难免卷入一场场的血雨腥风 石氏能当皇帝 完全的是因为石虎宠爱 一个十岁的小朋友 被撸了皇座遭到囚禁 最终被杀是命不公 还是他做错了什么 石氏没有做错什么 错是错在 他生在了那个混乱的时代 现在后召王朝的新帝 成为了石尊 石尊能上位靠的是武力兵变 而在兵变的过程中 出力最多的是一个叫做 燃敏的将领 燃敏同志 战功捉住 已经到了让石尊 有点不好意思的程度 因为几乎大半个天下 都是燃敏帮他打下来的 再次对君臣的创业前期 俩人的感情急速深温 甚至到了石尊对燃敏说 你放心 好好跟着割混 割当了皇帝之后 立你为太子 这样的话来 老生人燃敏对石尊的话 深信不疑 他相信在这个世界上 他和石尊的感情 是可以超越皇位的传承关系的 然而他没有意识到 在两种情况下 话只能听而不能信 一种是在战场上 另一种是在酒桌上 唐高祖李源起兵时 曾经许诺把皇位传给次子李世民 结果唐朝前脚建立 后脚大哥李建成就当了太子 明成组朱棣造反之际 曾经派了儿子汉王朱高旭的肩膀表示 赤子多吉 如当勉利之 意思是说 你大哥朱高旭身体不好 你要多多努力 你多努力 搞不好以后皇位就是你的 然而到了关键时刻 朱棣宁愿把皇位传给自己 那个命不久矣的长子 也从来都没有考虑过朱高旭 皇帝说的话你能信吗 儿子跟儿子之间人家都有衡量 人家还会考虑你一个外人 所以 石尊即位登基后 并没有履行承诺 他虽然把燃敏放到了 极为重要的位置上 让他掌握朝政总揽大权 但却并没有把燃敏立为太子 按说燃敏不应该生气 你姓燃 人家姓石 你们压根就不是一家人 有什么好证呢 况且石尊就算在啥 也一定会率先考虑 自己的儿子们才对 但问题是石尊没有子嗣 无论亲儿子还是养子 一个都没有 如果石尊有儿子 把皇帝传给了儿子 那倒也无可厚非了 但石尊宁愿让储君的位置空着 也不考虑燃敏 这实在是让燃敏有点上乎 你当初要是不愿意让我接班 你就别说呀 你说了你又办不到 你不是在纯纯耍博吗 燃敏很不快乐 但至少石尊已经给了他足够的权力 然而对于石尊来说 就算是把这些治国领兵的权力 交给燃敏一部分 石尊也不是很乐意 当年自己年轻 燃敏和自己共事的时候 自己还在讲什么所谓的兄弟情谊 许下了有夫同享 有难同当的承诺 然而当他一招为帝之后 他却发现 任何人都可以保有纯真的友谊和情感 但唯有自己不能这样做 人不自私 做不了荒 燃敏权势极大 在军中有威信 在朝廷里又做高官 已经到了功高震主 专善朝政的地步 仁臣做到这个级别 已经不再是仁臣 而是变成了一颗毒瘤 再加上之前自己食言 没让他当上这个太子 这老小子指不定多恨我呢 这么一番头脑风暴下来 石尊可就动了杀心了 可怜可惜可叹 想当年 他们也是志同道合的好友 是并肩作战的手足 是相互信任的伙伴 他们可以一起度过艰难困苦的岁月 但是却无法在功成名就后 心平气和的坐在一起 有些人注定只能在逆境中做朋友 友谊成了敌意 热烈成了贱魔 石尊不再犹豫 他立刻找来了自己的兄弟石剑 说了这么一段话 我看燃敏这小子有点飘 估计是不肯再为我卖命了 所以我打算把他杀掉 作为皇室成员 石剑这个时候呢 是在石尊的手底下混饭吃的 他对石尊的想法 当然双手赞同 然而一些深谋远虑的陈了们 却并不这么认为 你石尊能当上这个皇帝 多半靠燃敏帮忙 他现在狂是狂了点 但是罪不至死 你要是把他给杀了 你到时候岂不是又凉了人心 你就不好交代 然而屠刀既然亮出 就再也没有收回的可能 石尊不仅没有听从规劝 反而开始进一步的商量 如何除掉燃敏 皇帝在这边说的兴高采烈 却没有发现 自己的好兄弟石剑已经一溜小跑 离开了这场后裔 石剑没有犹豫 在这场全力争锋的交流中 他很快想明白了自己的处境 帮助石尊除掉燃敏 自己能落得什么 落在一个兔死狗羹的下场 跟了石尊这么久的创业伙伴 说杀就杀 那自己这个兄弟又算得了什么呢 所以在这个结尾而上 反倒不如放手一搏 联合燃敏反攻石尊 而只要消灭掉石尊 那么皇位就会落到这个拥有皇族血脉的自己身上 搁一搏 单车便摩托 有事 石剑找到燃敏 通风报信之后 两人一拍即合 燃敏立刻带兵反攻皇宫 擒杀了石尊 用力石剑做了新地 贼兵攻城 国度沦陷 刀光尽营 血流成河 一具有名的尸体 加上一堆无名的尸体 这就是后兆的皇权把业 石尊临死之前 曾经问大臣是谁发动了造反 大臣回答他 是你的兄弟石剑 在知道了这个答案之后 石尊没有难过 也没有愤怒 他只是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然后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做敌王尚且如此 石剑当了皇帝 又能支撑多久呢 只可惜 石剑没有机会听到这句感叹 他更不会想象到 他跑去通风报信的燃敏 不是和自己一样身陷权力泥潭的苦命人 也绝非和自己一样是在乱世中随风摇摆 石剑想要利用燃敏 但他不知道 他是在和恶魔做交易 后照王朝的未来 在此时刻走上了一个奇妙而悬疑的节点 王朝的血迹斑斑 伴随着天上的光明灭 一切将会走向一个新的城市 作者以前呢 听过一个神话故事 故事发生在一个叫做虚弥山的地方 虚弥山中 我们驻立一群叫做阿修罗的种族 阿修罗们时常相互厮杀 或者团结起来和天上的天神作战 他们争斗的起因很简单 是为了获得一棵叫做 苏制恒罗波刹罗的树 拥有苏制恒罗波刹罗树 就代表拥有了一切 然而这棵树的树干和身躯 虽然在虚弥山上 但树场结出的果实 却都垂在天空中 永远无法摘取 永远也不会掉落 如果你能看到这里 那么恭喜你 你将沿着后赵王朝的历史故事 踏入修罗场 让我们拨回历史的轮盘 回到故事最初的地方 后赵王朝有位皇后 名字叫做郑樱桃 顾名思义 这位皇后是樱桃小口 满脸含笑 不太轻盈 身姿婀娜 是一等一的大美女 这位郑皇后的丈夫 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后赵的第三位皇帝 石虎 郑皇后不仅长得好看 肚皮也十分争气 还为皇帝诞下了两个儿子 一个叫做石垂 一个叫做石尊 石垂是哥哥 石尊是弟弟 后赵是割据政权 灭前赵而立国 而前赵是中国历史上 著名的古典蛮族帝国 其开国皇帝刘渊 虽然是匈奴人 但却是个铁杆死忠大汉分 立国的时候 尊奉的不是匈奴祖先 而是两汉 以及蜀汉的朱卫皇帝 这也就是说 前赵政权 其实是一个被高度汉化的 胡人政权 后赵继承了前赵 所以后赵的经理 也是很高的 由于帝国有汉化基因 所以皇帝石虎 打算按照中原王朝的规矩 立长子石垂为储君 也就是所谓的 敌长子继承制度 然而 这个服从天治的石垂 却对这文殊荣 一点也不懂得珍惜 石垂这个人 性格变态 行为放浪 表现相当糟糕 自己的儿子不争气 郑皇后那是相当上祸 作为皇子的母亲 她要承担教育子女的责任 所以郑皇后 很快派出了手下的亲信 去石垂的府上 看望石垂 顺便给石垂来一波 饲养教育 升华一下 他这个混的儿子 然而亲信前脚 到了石垂的府上 后脚呢 就被石垂给杀了 教育没教育成 命反而给搭进去了 如果说杀掉母亲派去的亲信 只不过是石垂四爷而为 没什么大不了的话 那么石垂接下来的操作 可就属实是有点魔幻 一日 宫中传出皇子石垂 偶感风寒 卧床不起的消息 老皇帝石虎十分挂怀 连忙派出女医官 前去探望 后门 皇帝派人探望 那就等于是皇帝亲自探望 就等于是女医官 揣着圣旨前来慰问 天恩浩荡 这样的礼遇 但凡是会做人的 懂人情事故的 不得五体投地来迎接 然而 医术精湛的女医官 享受到了和之前的亲戚 一样的待遇 前脚到了石垂的家里 后脚就被石垂给弄死了 在石垂看来 女医官借命一条 没有什么所谓的 死了就死了 但他意识不到 女医官是老皇帝石垂派来的 他杀掉女医官 就等于是打了他爹的脸 果然 女医官被石垂杀掉的消息传来 可把石垂给气了个够呛 老皇帝怒不可遏 竟然直接把石垂给杀掉了 石垂也是 贱命一条 死不足惜 但因为他这么一搞 他的母亲郑皇后也受到牵连 从皇后被炉成了皇妃 皇后是六宫之主 凤冠侠佩 母依天下 而皇妃的级别 很显然就不太行了 此时的郑英陶哭得梨花带雨 伤心欲绝 但他不知道 石垂虽然是个混蛋包 但他另外一个儿子 石垂呢 却很争气 老皇帝生石垂的气 顺带着也不喜欢 郑英陶的另外一个儿子 所以驾崩之际 宁愿把皇位传给 另外一个石垂的石垂 也从来没有考虑过石垂 然而 生前知识石垂能说的算 但身后知识 石垂却是管不了 石垂死 石垂立 不过33天就被石垂 兼废后杀 将做了皇位 石垂登上帝位 他那个被降为皇妃 被打入冷宫的母亲 郑英陶也时来运转 成为了皇后 所以说 人生之际遇 实在是不可琢磨 石垂登基 有高人相助 这个高人 就是他手下一位 极为能征善战的将领 叫做燃敏 之前我们也提到过了 燃敏的年纪 要比石垂小上不少 君臣之间 经过战火席敌 燃敏又是助力 石垂登基的第一功臣 又由于石垂并无子嗣 所以石垂还对燃敏夸下过海口 表示要立燃敏为储君 在自己死后 继承着后照江山 这些我们之前也都提到过 后来的故事 我们也很清楚 燃敏领兵攻入皇宫 废杀了石垂 玄机拥立了 告密者石垂为心 燃敏通过实际行动 给自己换了个老板 然而他没有想到 后照这家公司 实在是黑透了 是啊 石垂知道燃敏是个威胁 难道新上台的石垂 就不知道燃敏是个威胁吗 所以尽管石垂是 靠着燃敏的势力称帝的 但新皇帝登基的第一件事 仍然是要除掉燃敏 一个人办事不牢靠 石垂为了防止意外发生 专门找了三位大臣来料理燃敏 这三位人兄分别是 石垂 李松 张才 三位大臣身负皇命 路子更野 他们没有选择引兵讨伐燃敏 而是学起了荆轲刺秦 趁着天黑摸进了燃敏的府上 想要刺杀燃敏 专诛刺王辽 慧卿齐悦 白红万日 古代刺客那么多 您学谁不好 您非学秦王绕住的金科 结果 三位丝毫没有刺杀经验的大臣 不仅没有刺杀成功 还惊动了燃敏 引起了他的高度警觉 刺客这个职业一般来讲 其命运也是相当悲壮的 历史上那些著名刺客 刺杀成功的一般都当场就义了 刺杀不成功的 也大多被抓起来杀掉 功成身退者实在是寥寥无几 所以当这三位大臣 跑回去复命的时候 石剑二话没说 就把他们仨灭了口 刺杀不成功 还打草惊蛇 我能留你们吗 留下你们若燃敏口实 到时候让他怀疑到我身上怎么办 早然言这句话 别来沾边 此计不成 石剑又生一计 他找来将领孙福 要求孙福组织兵力 齐齐燃敏 希望通过这种闪电战的方式 打燃敏一个措手不及 然而石剑快 燃敏比他更快 孙福的队伍刚出发 燃敏的军队就再次勾入了皇宫 挟持了石剑 面对石剑的质问 这位处心积累的帝王 没能展示出他的勇敢 他甚至不敢承认孙福带领的军队 是由自己派出去的 被挟持的石剑失去了实际控制权 很快被燃敏软禁到了一处偏僻的宫殿之中 基本上就算是废了 然而就算是到了这一步 石剑还是不肯死心 他在深宫之中找了几个小宦官 让他们联络 后照各地的将领 找机会反攻燃敏 天真的石剑以为 自己的人生就像街机厅里的游戏 只要自己还有一个弊 就有通关的可能 然而他不明白 这个世界不是游戏 没有重开 没有存档 更不能开挂 他最终要面对的 只能是血淋淋的现实 青龙元年 石剑被燃敏杀害 连途后照时事 皇族子寺三十多号人 全都被燃敏送上了西天 而这距离时间篡夺皇位 不过一百零三天 风卷残沙 夕阳西下 伟俄的宫殿 沐浴着赤红色的阳光 仿佛已经被鲜血泡透 经历了这诸多诡决权谋 杀伐征战的燃敏 寒手立在宫门外 望着人头一点点的落下 发出了一声轻轻的叹息 他当年投军 是跟随后照老先帝石虎作战 那是他卧长枪平乱式 降伏猎马 弯弓射箭 而如今他却只能在这三尺朝堂 做这些阴谋可怖的事情 燃敏知道 自己早晚有一天 也会化作一股淋漓的鲜血 撒在自己脚下的土地上 以前他想要改变这个世界 但现在他明白 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 他只能改变他自己 他看了太多 也经历了太多 他知道没有什么会永远存在 但他更加明白 在经历了无数的背叛 欺骗仇恨之后 他唯一能做的只有一句话 那就是前进 不择手段的前进 想要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 光靠自己的一枪孤勇 是没有用的 自己是会打仗 但武将的命运 总是被朝廷上的那些 穷孙文臣所控制 自己的确很勇敢 但在步步精心的诡决权谋中 自己又能走多久了 斗争和阴谋 修身和治下 无奈与坚守 天道与轮回 这一切的一切 都比不上一柄 寒广凛冽的快刀 事到如今 想要活下去 只能不择手段 阮敏没有犹豫 除掉时间之后 他吞并了后兆 建立了阮魏 成为了阮魏王朝的开国皇帝 和以往万象更新 雄居一方的那种开国皇帝不同 阮敏这个皇帝 虽然是当上了 但他的心情并不是很好 后兆呢 有个叫做实质的宗室子弟 身份是老先帝时候的儿子 不服阮敏统治 在河北形态一带 举兵数十万 跟燃敏可就算是僵持上 和传统意义上的王国之军不同 实质是一个很有韧性的人 他也许知道靠自己的力量 不能抵抗燃敏 所以他举兵反抗燃敏的 唯一理由只有一个 那就是在自己灭亡之前 尽可能的消耗燃敏的力量 实质明白 燃魏出力 百废待清 正是缓口气发展的时候 如果让燃敏把这口气喘过来 那以后可就不好弄了 所以 趁着燃敏根基不稳 自己必须倾尽一切的 消耗燃敏的有生力量 让燃魏王朝的综合实力 急速下降 事实证明 实质做到 虽然他后来终于 落得了一个 生死国灭的下场 但燃敏为了消灭他 几乎是举国之力 付出了一切 把所有的夹点都给搭上了 燃敏付出一切 消灭了实质 但他却再也没有能力 对抗来世汹汹的邻国 前焉 前焉 这是十六国时期 由显辈族建立的 割据成全 老实说 前焉的实力并不算强 前焉的开股皇帝 慕容君 虽然也能争善战 但如果碰上 巅峰时期的燃敏 实在是连门 从也算不上 只可惜 此时被实之折腾的 鸡飞狗跳的燃敏 已经是英雄持目 强持目了 马尔克斯曾经说过 慕容年的岁月 不是奔流向前的激流 而是一个无底的地下水池 谁能抗拒这种 由时间和命运 所左右的衰败呢 不久后 前焉冰临城下 燃敏栗战不敌 装被俘 昭为将帅 慕为天子 二当太阳 再次升起 一代枭雄燃敏 竟然就以这样一种方式 混了一个 灭国被俘的下场 作为胜利者的 孟孟俊 囚禁了燃敏 还以十分不懈的姿态 嘲笑他 如普奴下财 何自妄称天子 你当年不过是 给后赵皇帝 打工的奴才下人 怎么有胆量 妄成天子 燃敏看着他 十分冷漠的 说了这么一句话 天下大乱 耳操以敌 人面兽心 尚欲篡逆 我一世英雄 何为不可 做帝王爷 风云并起 天下纷乱 如你这样 卑劣不堪的人物 都可以作乱谋逆 我燃敏英雄一世 如何做不得帝王呢 这样一个 曾经震动十六国的人物 如今成了自己的 阶下之球 慕容俊十分希望 能在燃敏的身上 看到对自己的 恐惧和臣服 然而等待他的 只有燃敏眼睛里的 寒芒和冷笑 公元三五二年 燃敏死于秦淫 魂归九天 山左右其底 草木稀枯 蝗虫大起 五月不予其日大雪 燃敏被斩杀之地 七八余里的草木 全都枯萎 蝗虫突至 大汗来迪 最后又是一场 白茫茫的大雪 掩盖了这所有的一切 雪地之下 一句已经不能 分辨身份的尸体 安安静静的陷入了 永久的沉睡 任谁也不知道 这个人的生命中 承载了多少 让人叹为观止的宝石 好了 我是历史 其实挺有趣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点关注 不迷路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执带